分享一下中风转见动人的这个案例 周先生今年71岁 10月23日脑血管流破裂 做过引流及填补血管流的手术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他的亲戚也就是我们的志工 曾经是中风复原的患者 就是这一位Christine 他介绍他的亲戚认识原始点 所以他算是很幸运 出院以后就到了原始点的地方 这是他三月中的时候到我们推广点来 当时的情况是人是僵硬的 然后闭着双眼的眼睛是睁不开的 手脚都是僵硬的 要好几个人抬着他才能够上轮椅 然后他的脸色也可以看得清非常的蜡黄 当时我们要帮他扶到按摩床 要四五个志工才能够参扶他上按摩床 像他在家里的话 可能就是要用一种机器吊床 把他吊到床上去 总之就是非常的僵硬 就像医生讲的就会逐渐变见动人的那种感觉 这个都是他刚来的时候 陈经理跟他讲要怎么样操作 当时我们有给患者做这样子的要求 我们要求患者的家属要配合 第一个我们要他看视频 了解他现在的贪卵无力 见动无意识的抓据 不能说话的这些症状 跟他那个脑血管流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像这种家属跟患者 我们希望他把果跟因先搞清楚 然后也要他明白状不生症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些表现都是果 那西医处理他的血管流 清除他 就是说在他的状的组织受损上 一直去解决 其实他解决了他这个状的问题 这患者的这些症状 痰卵无力 见动不能说话 其实都没有改善 陈经理一直跟他们讲 就是说检查出来的这些都不是因 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 希望患者家属要明白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体伤跟补充热能 才是关键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他也在服用西药 所以一定要告诉他 西药极寒会严重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如果患者家属他明白含良药会加重体伤 延缓病情的话 那他自己要做出一个抉择 所以我们也跟病患的家属讨论一下处理的方案 要他能够配合 因为主要是头部体伤 所以我们要求患者要把头剃光头 这样方便我们涂抹姜粉泥 还有因为也要有比较精准到位的按推 我们也安排合格的志工 就专门帮他按推 每一周希望他到推广点两次最少 那志工呢是会去他家里一次 因为他外出非常的不方便 他必须要用吊车 还有就是要特别的一种专属的车子 来到一次推广点也要一两百块美金吧 很辛苦 所以我们想说他来两次 志工去一次 然后其他的时间在家里 家属帮他按推 还有涂姜粉泥 那我们现在看了这个照片 就是陈经理在教他的家属涂姜粉泥 头部已经涂好了 把它包起来 用红豆袋 然后又戴个帽子 然后教他怎么样按推 那背部涂好了以后 然后用红豆袋 这些都有教他 这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踩高 踩高 可以了 这看起来像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才做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他的手跟脚 能够有这样的动作 其他家人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他们以为见动 就是一直慢慢僵硬下去 我们到四月初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神 跟来的时候那种呆滞 针不开 已经大不相同 然后到了四月中 差不多做将近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 开始来 好 踩起来 哇 这么进步 好 脚放上去 你手撑着 撑着椅子 屁股抬起来 这个到四月中 将近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吧 脚不要拿起来 手撑起来 就有这么大的进步 那个脚能够抬这么高 在他来的时候 那是脚是完全要三四个人搬动他 才能够把他扶下来 所以一个月就有这样的进步 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 五月初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他开始有笑容 就是他自己也感觉到 跟我们会有互动 本来就是他的眼神都没有表情 因为我想他也是很痛苦 他没有办法表达 那五月初就是这样 到了五月中的时候 五月中的时候 我们在帮他扶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身体就 已经变得比较柔软 我们看这段视频 哇 不错 不错 真的 真的 好 跳起来 跳起来 好 跳起来 好 跳起来 好 好 跳起来 来 手 跳起来 手 踢高 大高 不够都有 哇 很棒 有信心 有信心 不错了 嚇死你 那么多人围观 嚇死我 他还行 还行 还行 还跟我一样 还跟我一样 我们大家都很兴奋 志工也很兴奋 六月的时候 你将来做见证 跟娜娜讲你是怎么康复的 这个过程好不好 好 需不需要图马萨克 不需要 站在那边 左手 左手给我 来 放手 再勾 再勾 来 右手来 他今天精神看起来 你看快了吗 哇 好快哦 站在那边 再看快点 哇 再高一点 再来 哇 再来 哇 太棒 讲大声一点说 今天星期六 出来了 再来 再一遍 我也听到 今天星期六 哇 今天星期六 讲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啊 害羞啊 害羞啊 害羞不要讲了 害羞不要讲了 真的很好 很多很为你高兴 进步了 进步很多 年轻人第一次来怎么样 记得啊 他刚刚脚抬脚看一下 他上次抬不起来 抬起来 这种 你还记得第一次来 样子啊 不需要 这种 他的声音能够发出来 真的是不简单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视频 他声音真的发出来了 讲 今天星期四 讲大声点 听到了 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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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说 我先说 我是中小的月 中庆祠 哦 这样子的 是吧 等一下做完再讲一遍 快四个月了 快四个月了 快一趴 说不定就 对对对 快四个月了 快了快了 快了 差不多快四个月 刚好 可以把声音发出来 然后手已经可以抬到 比他的头还要高 哇 真的是很不简单 看起来都是一小步哦 但是对他来讲 真的是比登天还难的 所以他们家人也是非常的兴奋 那当然这从中间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这中间 其实他当然也有反复 比如说有时候就看起来 体力比较虚弱 然后刚好那阵子呢 又发现他说头部有积水 那脑积水 当然医生就检查跟他讲说 你脑部积水啊 还是继续要做引流 但是我们就跟他分析 就是就是加强头部的温敷 涂姜粉泥跟按推就可以了 尽量不去做 那么我们也 我也打电话请教张医师 张医师也给我们一些指点 然后我也告诉患者 我相信今天患者也会 同时也听到 这个解说 我当时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我把张医师的话呢 转述一遍给他听 我说张医师有告诉我 脑部的积水 还是任何地方有积水 身体他都会自动的吸收 或者排出 要相信身体有治愈的能力 当然如果患者有体伤 或者热能不足 吸收能力就会比较弱 所以呢 我们为他做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加强内外热源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果 每个人表现不一定相同 但是像他图片上 他说是不是他按推 涂浆粉泥之后 头部有出现一些红块 还有呢 睡觉的枕巾上面 也有一些血水 这个是不是都是 表示他的积水有在改善 那我也跟他说 张医师也特别提了一个 上次张医师有做一个 子宫癌患者的案例 就说张医师有提到说 这个子宫癌患者肿瘤很大 当时西医也是说 要压迫到其他组织器官 一定要切除 但是患者怕切除又要扩散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最关键就是要保命 手术成功去处理 这些癌细胞或者肿瘤 或者说他现在去做引流 要抽这个积水 那如果医生也跟他讲 有风险性 每一次只能引一点点 要看情况反应再引 那如果说命不保呢 那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把张医师 告诉我这番话 我都跟他说 我说当时这位子宫癌患者 一直在排这些张东西 也排好几个月都没有排完 也是很担心害怕 但是张医师也说了 不管是什么 他身体有足够的热能 不要怀疑 这些血块他都会排出去的 但是就是不管是他在吸收 还是在排出 他会消耗很多的体力 这个时候热能补充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们家属就很高兴 他们就说好 他们就不会再去医院 也不会再去做引流了 也不管他什么积不积水 他太太最后面也做了一个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他是去年10月23号 晚上吃战的时候 就突然昏倒倒在地上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原始点 所以我们就打那弯弯 然后就送到医院 医院住了三个礼拜 然后转到Nursing Center六个礼拜 然后回到家里 然后开始自己照顾 有那个Home Health Care 前面我们也是 我看他是圣诞节 圣诞夜回家的 可是我们接触原始点 大概在三月 二月三月 我们一个好朋友 他因为是原始点的志工 有暂时来家里帮我们 就是每个礼拜来一次 帮助我先生按推 到了三月的时候 这边推广处开始了 那我们就到这边正式开始治疗 刚开始来的时候 他精神很不好吗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他的脑袋 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醒来 他会动作很奇怪 就是好像你觉得他在摸什么东西 可是就是脑袋不清楚 可是我们按照 就是给他热敷 开始给他吃姜碗 给他吃喝姜水 然后就突然发现 那些东西都 晚上的那个很奇怪的动作都没有了 然后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 然后这边志工很认真 Luna曾经理也是一直给我们鼓励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信心 一定会好的 现在慢慢他 虽然脑筋还是有时清楚 有时不清楚 可是我们相信 只要按照约10点讲的 只要热能够体上恢复就会没有问题 最近就是有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脑肌水还是比较多 可是我们仍然照了原始点给我们的指导 就是注重头部的热敷 还有按推 发现他头上长出那种红棒 相信这也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慢慢排出来 所以更加添了我们的信心 也特别谢谢 每次我们很沮丧的时候 Luna曾经理都会给我们鼓励 叫我们去吸加油 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耐心 我先生站起来 会复正常 自知可待 谢谢 老师那这一段 见动人的老师 要不要补充一下 这个影片 我发现美国旧金山真的做得很好 一般见动人 大家都知道 西医是没有药的 也就是不管你给他什么药 那个见动就是慢慢僵硬 这个是不可逆的 在西医的看法 所以一般得到见动人之后 患者心情都是沮丧 绝望 那他要改善 在原始点理论很明确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虽然都知道 因就是这样 但热能不足要改善 很不容易 那要不只家属的配合 还要自工很有耐心的 帮他涂姜粉泥 按推 所有种种的配合 也就是这样两方面完全配合 因言俱足了 这样的症状才可以改善 单方面都不行的 也就是如果家属也不关心 那你看他一个礼拜才来两次 那两次回家跟家人的时间那么长 他如果不温敷 然后饮食也照旧 这是不可能改善的 就会如同西医讲的 他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 志工是起了很重要的一个改善 然后也示范给他们看 也让他们学到 怎么来照顾一个重病患者 那家属也愿意全力来照顾 他们的亲人 那这样整个家 其实那个患者 得到家人的支持 他更有耐心 更觉得他是有希望 何况从这个影片也看得出来 从三四页那个视频中 他慢慢恢复的样子 这给患者应该是很大的信心 所以 见动人 在我看法 如果应用得当 是可逆 绝对不是像西医讲的这样 那全球我相信 还有很多类似的患者 如果他们也能够 这样来应用原始点 我相信 都可以改善 这个影片 看了会让人家非常感动 好 我就把我的一些感想 这样跟大家分享